这样吧 你先跳一段舞 舒缓一下 然后咱们考察一下职场情商 好不好 好 来都来了 是吧 来了也别白来一趟 他其实他把他舞蹈当作解压的方式 然后也有时间 是吧 你要是在舞蹈工作室 当一个这个所谓的兼职的教练 或者干嘛都行 他故意的呀 不是故意 自己有点乱 把眼睛捡起来 还好舞跳完了 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很心疼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舞好像似乎就是今天整个的这个面试的场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最后一盏灯也灭了 霍尔特刚才有一个形容说得特别好 你刚才的这段舞蹈 其实就蛮像你今天面试的过程 我觉得你犯了很多求日者会共性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简历美化的太厉害了 就你写的这个简历 说实话就这个你打印这份 让大家会增加对你的期待感 但是呢我们就会恩徐解历 比如说专业的老师问你的问题 你又答不上来特别让我们觉得想听到的结果 所以呢看到的跟听到的和感受到的是不一致的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就是找的就是一个基础 就是说最初级的一个数据分析岗位 然后可能企业家们就可能看了我简历上 可能是写的可能是偏于就是中级或高级的 就是说一些数据分析师的岗位了 我的态度一直是如果他上来说得非常清楚 我是一个基础的研发工程师 我工作履历是多少年 我能做哪些工作非常简单 我们一定是有岗的 到非你莫属平台我们不是给不了基础岗 而是你的工作描述 跟你的工作能力不匹配 造成了今天这个面试结果 好吗 建国瑜可以给你一个面试机会 你可以谈下我们交换方式 你可以去试试 好吗 好 谢谢 好 刘昆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谢谢 再见 其实就是我是抱一个就是说学习的态度 然后找一个初级的一个数据分析师的一个岗位 然后到企业好好去发展 好好去学习深造自己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聘2010at126.com 如果各位企业家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聘at163.com 上抖音搜非你莫属官方号 每天中午12点呢 我们将会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连线企业家和人力专家 解答你的职场困惑 提升你的职场战斗力 上抖音每天中午12点 非你莫属直播间 咱们不见不见